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方泰是銀行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因此分析銀行股必須研究淨利息收入 而淨利息收益率就是良度銀行股盈利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淨利息收益率是指銀行用來放貸的新息資產 可以產生多少淨利息收入的比率 假設用來放貸的資產價值100元,賺取5元淨利息收入 那銀行的淨利息收益率就是5% 淨利息收益率越高,越有利銀行的盈利增長 亦有利股價表現 相反淨利息收益率越低,就會拖累銀行的盈利增長 以及股價表現 國際會計思流北馬威的研究顯示 在2018年,六大內銀的淨利息收益率 按年提高了9個點子 即是0.090至2.170 但對比起2013年至2015年的平均值2.55來計算 仍然有明顯的差距 事實上,銀行的淨資產回報率 亦都比2013至2015年期間萎縮了5至6個百分點 盈利增長亦會放慢了 因此,普遍內銀股的股價在2015年之後都以還行上落為主 總結而言 淨利息收益率是分析銀行股盈利能力的一個主要工具 淨利息收益率越高,對銀行的盈利增長越有利